山河画卷之中 轮起手臂一箭劈砍下去的少年 落地的时候就失去了意识 被恢复真身的高大女子抱在怀中 他小心地扶着陈平安 一起席地而坐 双手轻轻搂住身形消瘦的少年 因为金丝结挽住的青丝 垂在胸前遮挡住了少年的脸庞 他便伸手甩到了背后 低头凝视着脸庞有黑的陈平安 他突然抬起头 神色有些讶异 属于一方圣人尽至地界的画卷内 出现了一道极其高大的金色身影 屹立于碎山之巅 像是在跟老秀才对话 便是见惯了天大地大的女子 也觉着这位不俗之客 尾时不容小觑 老秀才大概是不愿意对话泄露 隔绝了感应 他对此不以为意 重新低头 看着酣睡的少年 微笑着说 若是以后成了练气室 皮肤白回来 其实也是偏偏少年狼 算不得俊美 可一个端正灵秀 是跑不掉了 大跃山顶 原本高达千丈法相的金色神人落在山顶后 便缩为一丈高的魁梧汉子 身披着一副威严庄重的金色甲咒 甲咒表面撰刻有不计其数的符路 有些早已失传的古老符文 散发出质朴荒凉的气息 不知道传承了几千几万年 有些虽然历经千年 依旧崭新如昨日 散发出神圣的光芒 一个个符路 镶嵌于甲咒之中 字里行间 像是一条条金色的河流 那些文字则如同一座座金色的山岳 老秀才有些理亏 缩着脖子 故意左张右望 男子面部富甲 嗓音沉闷道 自我担任碎山正神以来 已经满六千年整 这是第一次有人胆敢仗剑挑衅我碎山 秀才 你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 老秀才一脸茫然 说啥呀 对于老秀才的脾性 金甲男人知根知底 懒得多说什么 转头望向陈平安那边 皱了皱眉 他身上的气息很有渊源 是何方神圣啊 就是他亲自出手劈砍碎山 老秀才小声说 我劝你啊 别惹他啊 这个老姑娘脾气不太好 金甲男人淡然道 我脾气就好 老秀才一翻白眼 对对对 你们脾气都不好 就我脾气好行了吧 你们哪 一个个就喜欢跟讲道理的人 不讲道理 气死老子了 金甲神人不知想起了什么 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 顿时烟消云散 老秀才叹了口气 这件事情的近货 我就不说了 反正跟小齐有关系 你就高抬跪手一回 男人默不作声 老秀才笑哈哈的说 就当你默认了啊 你这家伙呀 啥都不错 就是脸皮子薄了点 喜欢端架子 你说咱俩什么交集 当年咱们可是一起去 偷窥过那位山神娘娘的真容 没想到她当时正在沐浴更衣 要不是我仗义 独立承担那位娘娘的滔天大怒 跟她讲了三天三夜的圣贤道理 最终以礼服人 好不容易才让她既往不咎 要不然 你这张老脸往哪搁 男人闷闷的说 闭嘴 老秀才知道事情成了 也不再得寸进尺 碎山山神的规矩 说是金科玉律都不过分 能够让这个傻大哥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老秀才觉着自己还是很厉害 人呢 他就有些飘了 他指向远处 对了 瞧见没 那个少年呢 是小齐帮我收的闭门弟子 你觉得如何 是不是很不错 反正啊 我是喜欢 性子像极了我当年 喜欢跟人讲道理 实在讲不通 在动手 动手的风范 又像当年的小齐 你身上有没有酒啊 金甲男人的审视视线 在少年身上一扫而过 不是齐静春疯了 就是你瞎了 老秀才也不生气 读书人的事情 你们大老粗懂个屁 金甲男人 应该算是这座浩然天下 地位最高 势力最大的五岳大神 只不过实力越强 并不意味着能够顺心如意 因为他们这类 战力卓绝 地位超然的神灵 尤其是可以不受 香火影响的情况下 在浩然天下 遭受的规矩约束 往往就越大 老秀才曾经有一段时间 在神像被摆入文庙之前 就负责盯着 碎山之内的五座大山岳 这既可以说是清水衙门里的 棱板凳 有些时候 也可以说是了不得的壮举 比如老秀才最著名的 三次出手之一 就是以本命字 将一整座中土大型五岳 镇压的大半陷入地下 那位靠山极大的五岳正神 当场金身粉碎 盗祖二徒为此大为震怒 差点就要破开天幕 从天外天那边硬闯浩然天下 当时还不算太老的秀才 非但没有躲回儒家学宫 反而单枪匹马直奔天上 在两处交界处 跟气势汹汹的盗祖二徒 当面对峙 读书人当时就撑长了脖子 指着自己的脖子 来来来你往这儿看 那一趟天上之行 读书人浑不吝得很 这也能算是好脾气吗 真要是好脾气的先生 能教出齐静春姓左的 崔禅这样的弟子学生 一个有可能力教称祖 一个离经叛道 一个欺师灭祖啊 金甲神人突然问 为了一个必死无疑的齐静春 违背誓言离开功德林 连大道根本都不要了 图神吗 闲人违规 君子背礼 各有各的惨淡结局 在儒家道统内 自会有圣人夫子 按照规矩教训 但是圣人违心 下场最凄惨 老秀才为了一个 必死无疑的齐静春 也真是名副其实的 拼出去一条老命 几乎无人能够理解 明知大局已定 再去做义气之争 毫无意义 所以这尊金甲神人 哪怕见惯了山河变色 仍是觉得匪夷所思 老秀才摸了摸脑袋 顺了顺头发 他微笑 我曾经啊 有疑问 让齐静春去答 既然齐静春 给出他的答案了 我这个当老师的 当然不能连弟子 都不如啊 碎山大神冷笑 少跟我来这些云折雾绕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句话不就是你说的吗 既然弟子不必不如诗 你这套说辞就讲不通 老秀才伸手 老秀才伸手点了顶金甲神人 你呀 死读书 尽信书不如无书 晓得不 金甲神人气笑了 懒得跟你废话 走了 自己保重 他犹豫了一下 实在不行 就来碎山 老秀才一摆手 碎山那地儿啊 拉个石都像是在亵渎圣仙 我才不去 再说了 如今我确实是失去了正道契机 没了先前的能耐 可要说谁想对付我 只管放麻过来 可惜了 如果我当年有这份规遇 于是那个牛鼻子老二的时候 非要抱住他的大腿 砍我脑袋 不砍我还不让他走了 哪会事后吓得两条腿打摆子呀 金甲神人摇了摇头 是真的没了说话的兴致 他可不愿意跟这个读书人 唠叨陈年旧事 反正自打认识老旧才 感觉次次遇见这家伙 都必然扫兴 可每次扫兴过后 又难免期待下一次的相遇 奇了怪灾了 老秀才突然喊道 先别走先别走啊 有事相求 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 你别怕 别怕 你等会儿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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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